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去年的9月21号,红山美国官网发表了一篇题为 Generative AI, A Creative New World的文章 我个人认为代表着新一轮的范式转移的开始 拉开了生成是AI时代的序幕 原文的作者是红山的两位合伙人 索尼亚黄和帕特·格雷迪 转眼间一年时间又过去了 红山美国的两位投资人作者又带来了最新的一篇文章 Generative AI, Act 2 全方位的展示了红山资本作为头部的投资机构 对自己投资逻辑的一个深刻的复盘 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 以及拆了GPT热潮冷却之后 对生成是AI的冷静思考 虽然现在也有人在唱衰AI 但是红山认为生成是AI 目前正处在尴尬的青春期 潜力还是巨大的 但是还没有解决价值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甚至给出了手把手的AI应用创业指南 应该用哪些技术战 有哪些产品形态 应该解决哪些问题 也相当于揭示了红山资本 在生成是AI领域的投资方向 我觉得这篇文章 无论你是AI的创业者 还是只是单纯的对生成是AI感兴趣 都会很有帮助 因此我把核心的内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年前我们发布了一个假设 生成是AI将会成为一个深远的技术转变 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太空竞赛 60年的摩尔定律 40年的互联网 以及20年的移动和云计算 为生成是AI的起飞 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拆在GPT的崛起 点燃了这根导火索 AI的研究者达到了摇滚明星般的地位 甚至从车库里的黑客 变成了指挥数十亿美元的特种部队 archive上的论文数量暴增 以至于研究者们都快看不过来了 但是很快 AI的兴奋就变成了恐慌 突然每家公司都成了AI副驾驶 Copilot 到处都是带有AI的宣传邮件 但是我们发现 自己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融资 人才站和GPU采购的疯狂浪潮之中 随后裂痕开始显现 艺术家 作家和歌手 开始挑战AI生成的IP的合法性 关于伦理 监管和对超级智能的辩论 充满了华盛顿 更令人担忧的是 硅谷开始有传言 称生成式AI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 产品的效果远远低于预期 用户留存率也是糟糕的很 用户需求开始趋于平稳 这是否又会是另一个泡沫周期呢 AI的评论者们欢欣鼓舞 让人们想起早期的互联网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宣称 到2005年 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 不会超过传真机 不过尽管存在着噪音 歇斯底里和不确定性 生成式AI的起步 已经比SARS更加成功了 从初上公司几个月就可以获得 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就可以看出 而SARS市场需要几年 才能够达到同样的规模 SARSGPT成为了增长最快的应用 尤其是在学生和开发者中 有很强的产品市场契合度 Meter Journey成为了我们的创意来源 仅仅11个人的团队就达到了数亿美元的收入 Corector AI推广了AI娱乐和伴侣 并创造出了我们最渴望的消费者社交应用 每个用户平均使用市场达到两个小时 尽管如此 这些迹象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 那就是许多AI公司 根本就没有产品市场契合度PMF 或者也没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因此整个AI生态系统的繁荣 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尘埃稍微落定 是时候来反思一下生成式AI了 去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以及我们可能要走的方向 如果把生成式AI 比做是一场话剧 那么第一幕源自于技术的导向 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锤子 基础大模型 并引发了一波新技术的演示浪潮 现在正在进入第二幕 这将是以客户为导向 第二幕将端到端的解决人类问题 现在的应用与首批推出的应用 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他们往往将基础模型 作为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而不是解决方案的全部 他们引入了新的编辑界面 使工作流程更加具有粘性 输出的效果更好 而且他们往往是多模态的 市场已经开始从第一幕转向了第二幕 进入第二幕的公司 包括为顶级绿索 定制大圆模型的哈维 爬取并且索引工作空间的Glean 以及创建数字伴侣的Character和Eva 生成式AI的市场地图也做了更新 与去年的地图不同 我们这次选择按照应用的案例 而不是模型的模态来组织这张地图 这反映了市场上两个重要的推动力 那就是生成式AI开始从技术锤子 到实际应用案例和价值的转变 以及生成式AI应用 越来越多的呈现出多模态的特点 此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新的 大圆模型开发者站 反映了公司在构建生成式AI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计算和工具供应商 如果回顾一下一年前 我们对生成式AI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讨论 那么会发现我们有一些预测错了的事情 第一点就是事情发展的太快了 去年我们还预计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 才能够拥有实习生级别的代码生成 好莱坞质量的视频 或者听起来不再那么机械化的人类质量语音 但是如果你接触过Eleven Labs或者是Runway 你就知道未来已经以光速到来了 甚至是3D模型游戏和音乐都在快速的发展 第二点 瓶颈在供应端 我们没有预料到最终用户的需求 会超过GPU的供应 许多公司增长的瓶颈不是客户的需求 而是获取NVIDIA的最新GPU 长时间的等待变成了一种常态 因此出现了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 那就是支付订阅费用 跳过等待队列并且获取更好的模型 第三点 垂直分离还没有发生 我们仍然相信应用层公司和基础模型提供商之间 会出现分离 模型公司专注于规模和研究 应用层公司专注于产品和UI 实际上这种分离还没有干净利落的发生 事实上最初面向用户的成功的应用程序 一直都是垂直整合的 第四点 竞争环境残酷 既得利益者反应迅速 去年竞争格局中有几个过于拥挤的类别 尤其是像图像生成和文案协作 但是总体上市场还是一个空白的区域 如今许多角落的竞争已经大于机会了 从Google的Diot和Bud到Adobe的Firefly 既得利益者不仅反应迅速 而且愿意承担风险 因此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即使是基础模型层 我们也看到客户开始在不同的供应商之间 建立自己的技术设施 第五点 壁垒在客户中 而不是在数据中 我们预测最好的生成式AI公司 可以通过数据飞轮产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那就是更多的使用AI产品 从而产生更多的数据 带来更好的模型 再促进更多的使用 这在拥有非常专业 和难以获取数据的领域是对的 但是并不能够形成数据壁垒 因为应用生成的数据 并没有建立一个无法逾越的壁垒 下一代基础模型 很可能会摧毁初创公司 生成的任何数据壁垒 相反 工作流和用户网络 似乎正在创造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来源 而我们预测对的事情也有几个 突然之间每个开发者都在研究 生成式AI应用 每个企业买家都说需要它 市场甚至保留了生成式AI这个名字 人才和风险投资都涌入到这个市场 生成式AI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现象 第二点 第一个杀手机应用已经出现 众所周知 ChatGPT是最快达到1亿越活的应用程序 并且在短短6周内 完全是靠自然流量做到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Instagram花了2.5年 WhatsApp花了3.5年 YouTube和Facebook花了4年 才达到同样的用户需求水平 但是ChatGPT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Character AI GitHub Copilot 以及Made Journey都表示 第一批杀手机应用已经到来 第三点 开发者是关键因素 Stripe或者Unity这样以开发者为中心的 公司的核心洞察 是开发者创造了你无法想象的使用案例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 我们收到了从音乐生成社区 AI红娘到AI客户知识代理等各种想法 第四点 形态正在发展 AI应用的第一版 大多都是自动完成和草稿的形式 但是这些形态 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比方说Made Journey引入的 摄像机平移和填充的功能 就让用户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总的来说 形态正在从个体生产力 向系统级的生产力 从以人类主导 向以执行主导的代理系统来发展 第五点 版权伦理和存在的恐惧 这些热点话题的辩论如火如荼 艺术家 作家和音乐家们的意见都不一致 有些创作者对其他人 从衍生作品中获利表示愤怒 有些创作者则接受了新的AI现实 目前的规则还很模糊 比如说日本已经宣布了 用于AI训练的内容没有版权 但是欧洲已经提议下重手进行监管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要搞清楚生成式AI的价值问题 生成式AI并不缺乏使用案例 或者是客户的需求 用户都渴望AI能够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让他们的工作产出变得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蜂拥而至的使用AI应用的原因 但是人们并不会一直使用下去 AI应用的首月移动用户留存 明显低于现有的互联网或者是移动互联网公司 除此之外 用户的参与度也不立项 一些最好的消费者公司 有60%到65%的DAU比MMU的比率 WhatsApp的比率为85% 相比之下 生成式AI应用的中位数仅仅为14% 这就意味着 用户还没有在生成式AI的产品中 找到足够他们每天来使用的价值 简而言之 生成式AI最大的问题不是寻找使用案例 需求或者是分发渠道 而是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果想要建立持久的业务 就必须要解决用户留存的问题 并且为客户创造足够的价值深度 增加他们的粘性 并且让他们成为日活用户 不过我们不必感到绝望 生成式AI仍然处于尴尬的青春期阶段 有的时候它会表现优秀 但是当产品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 失败通常是可靠的 可重复的 以及可以修复的 我们要做的工作已经摆在面前了 现在这个话剧的第二母 也就是AI的第二阶段 AI公司的创始人正在进行提示工程 微调和数据集整理 来让他们的AI产品变得更好 逐步把demo演示变成完整的产品体验 与此同时 基础模型的底层继续充满了研究和创新 在这个阶段 模型的开发站会有一些新的内容 第一点像链状思维 竖状思维和反思 这些新兴的推理技术 会提高模型 执行更加丰富 更加复杂的推理任务的能力 缩小客户期望与模型能力之间的差距 比如开发者会使用long chain这些框架 来调用和调试更复杂的多链序列 第二点 迁移学习技术 比如说RLHF和微调正在变得更加的容易使用 特别是随着GPT3.5和LAMA2微调的出现 开发者可以对开源模型进行更加有效的微调 第三点 增强检索生成 RG技术正在引入关于业务或者是用户的上下文 减少幻觉 增加真实性和实用性 像Pycom这样的向量数据库 已经成为了RG的基础设施之助 第四点 新的开发者工具和应用框架 可以帮助公司创建可重用的构建框 帮助开发者评估改进和监控生产中的AI模型的性能 包括像Long Smith这些大模型的运维工具 第四点 像Covive Lambda Labs Foundry Replicate和Model这样的基础设施公司 正在解构公有云 为AI公司提供大量的GPU 成本合理 按需可用 高度可构展 以及良好的PaaS使用体验 这些技术应该能在基础模型同时改进的情况下 缩小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个阶段也会产生一些新的产品蓝图 包括第一点 生成式界面 也就是基于文本对话的默认界面 并且逐步的加入其他新的形态 比如说从Proplexity的生成式用户界面 到Inflexion AI的语音发声等等 第二点 与传统编辑流程不同的新的编辑体验 从Copilot到导演模式 小MadeGernier这样的新的平移命令和runway的导演模式 就创造了一种像相机一样的编辑体验 而Eleven Labs可以通过提示来操作声音 第三点 越来越复杂的代理系统 生成式AI应用逐渐会拥有更多的自主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权利 可以访问外部的工具并代表我们端到单的去解决问题 我们正在稳步的从零级到五级的自主性进展 第四点 系统范围的优化 有些公司并不是在解决如何提升个体的效率 而是直接解决系统范围的优化问题 通过自主的解决问题来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有效 最后作者对生成式AI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随着接近边界悖论以及Transformer和扩散模型的新奇性逐渐衰退 生成式AI市场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炒作和演示正在被真正的价值和完整的产品体验所取代 红山资本美国仍然坚定的相信生成式AI 信心来源于几十年的条件积累 杀手机应用的出现以及终端用户需求的巨大规模 但是阿玛拉定律依然有效 那就是技术总是在短期被高估长期被低估 好了以上就是红山美国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去年那篇文章拉开了生成式AI的序幕 那么现在这篇文章就意味着 这一波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喧闹过后商业回归理性 只有最终赢得客户留存 被客户创造长期深刻价值的应用才会存活下来 当然了基础模型和技术还在快速的发展 算力生产和增长也好像一超级一样开到了最大的马力 春秋争霸究竟鹿死谁手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不管怎么样作为用户来说 我们也终于开始不再被各种概念和形式搞得头昏脑罩 可以沉下心来关注一下 究竟谁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需求了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